来看到新城乡公所表扬运动机优选手并颁发 运动机优选手奖金 那么这一次颁发选手有四位以及教练两位 分别是家里国小的黄宇恩 新城国小友恩慈 家里国小张巧瑜 郑宇杰选手也透过表扬以及奖学金 勉励选手要胜不交败不免 那么获奖之后仍要继续的勤来学习 注意自己的品格并且重视学业 未来完成更高的目标 新城乡公所表扬运动机优选手 并且颁发运动机优选手奖金 这次颁发选手为四名以及教练两名 分别为家里国小黄宇恩选手 新城国小友恩慈选手 家里国小张巧云选手 郑宇杰选手又新城乡商场合理台经事颁发 我们公所为了要奖励 我们乡列的鞋子不管在德制体型方面 各方面 这是关于勤的部分 体育的部分 尤其他们非常有团队的精神 也有家里国小在台前道这个部分 可以说每次只要是代表花园圈记 参加比赛都能够拔得头丛 那么为了给教练以及我们的选手们给他鼓励 所以我们在一二三名我们就花给他奖励金 在未来人生的学习过程当中给他一份的鼓励 给他一份的记忆 而且希望他在休息的过程当中 或是甚至自我在提升台前道的部分都能够自我勉励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奖励 今天现在会代表是运动就选手奖金表扬 其优选手是新人乡13项 幸福社会福利政策之一 通过表扬以及奖金 勉励选手们胜而不交败而不擂 获奖之后仍要继续勤奔练习 注意自己的品格并且重视学业 未来完成更高的目标 也祝福受表扬的小选手们 要勤奔练习再创佳机 另外新城乡公署也设有国中小优秀学生奖学金的项目 鼓励乡内各校的学子们用功学习 运动机会选手奖金 凡是新城乡侠内的国中小学 由各校统一向新城乡公署申请 就夺国中以上设计新城乡但在乡外就有的学子 在县运以及全国赛事中获奖 也可以主动向新城乡公署社会课申请 进行乡亲多家利用相关福利政策 记者金红义现象不了 好 好 好 with